大陸浙江温州市出现一间夹缝房 它被夹在两栋住宅中间 大门通道不到半米宽 根本无法住人 近期在阿里拍卖平台上 起拍价为1314元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近6000块 但经过135轮的加价后 最后竟然以1083万新台币卖出成交 夹缝房有三层楼建筑面积仅仅18平 但有温州市广场路小学和温州市实验中学 双学区加持仍吸引一票爸妈投标 过去一线城市顶级学区房 连不到10平的老破小宅 最高都能卖到每平将近新台币300万 不过去年开始 这类学区房开始出现较大跌幅 跟出生人口减少 教育资源需求下降不无关联 平朝上班日 看房的人潮又回来了 原本这几年 大陆官方怕炒房 对房市实施限购 限贷等禁令 避免泡沫化 引发金融危机 为了抢救经济 现在包括北京 西安 成都 杭州 深圳等大城市 都纷纷取消限购令 杭州不用审核资格 买房就能报户口 深圳多子女家庭 从最多可买两间房 增加到三间 期盼替房市注入活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